先請問問阿包老師 如果土豆漏簽後多久可以搬八顆粟嗎? 才不會影響到漏簽的結果 再來還有他的問題 今年還有今年他正土豆開花之前一直堵到漏花 沒機會可以放農林菌去館 飛機後有什麼時候可以補蘇藥來補冠林菌 這樣有什麼樣的效果 包括碳酸鈣跟硝酸鈣有什麼樣的差異 用在土豆的部分和時間 一般若是說在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到 譬如說放簽子之後 我們一般通常是這樣 土豆我們在做這個 做這個漏碟 就是說用這個 八顆粟 這種東西去做一個處理 一般通常就是這個大火 大火了二十天 所以你把它算 你開始的這個大火了二十天 所以開始 在放簽子已經是大火了過一禮拜了 所以你只要是 開始在放簽子 你再過兩禮拜 你都可以 可以來搬 那個時候在搬 但是很多人是不敢這麼搬 所以你 讓他放簽子下去 因為很多都搬比較重 譬如說 我們在用的 這個一分塊 我們差不多就是搬 這個 差不多一百瓦 一分塊 我們在用百分之十的 這個八顆粟 我們一分塊 差不多是一百瓦 大概一百CC 一百毫升 一百CC 因為你一百CC 你把它泡一百CC 你泡一千杯 一千杯 一千杯 我一百粒 這東西很大 所以這個量就夠了 所以你就是一百CC 這個八顆粟 這個百分之十的八顆粟 用一百CC 有的人會說這樣不夠 他會用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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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五 一般通常用到兩百五 為什麼用到兩百五 因為他的水 他差不多只要七百十的水 例如說他三湯 一分底 他正常差不多在兩湯 遮油 例如說我們洞的湯 一分底來說 如果是要搬這樣 嚼嚼 拖刀 因為這樣大張大張 要動 要動的話 四湯水 拖刀 一分底要四湯水 四湯水 一湯二十五湯 四湯剛好 四湯剛好一百湯 但是有的很厚拖 他們的很厚拖 他們的兩湯水 他就要鑽過 所以他的油用比較重 這你看你怎麼用 但是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 一百瓦的水 就要有足夠了 一百瓦的油 一百瓦的油 看你怎麼拖 一般通常 效果要好就是 一百水 一分底 一百水 那很淡 那種很淡 應該 多這麼好拖 因為走路 沒有那麼快 我 可能是要把個人的 一個造業的解決關係 因為 我看有的人在橫林 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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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粘可能極限六粒 這邊三粒 那邊三粒 它會比較大 架子比較大 所以它在掃 可能就十二粒 所以這個水粒你自己要稍稍稍 但是就是說在大火之後 開火之後差不多 落頂的時候 基本上如果是 開始你看它在落頂 放牆脈出來在落頂 已經有的已經下去了差不多兩星期 但是一般不像那一粒粘 一般有的比較慢的 差不多三粒半的時候 比較來加這個比較粘 其實這個 它只要大火之後兩粒半就可以夾了 所以一般是沒什麼要緊 大火之後三粒半 開火 開始開火 你看火開始在射 已經那個火在過了 有的就可以粘了 那麼你去把它粘到比較快 你如果是 像剛才我跟你說的一種的這個背索在營的 那麼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好就是說你把它粘到 粘到那個火 還是什麼樣的 這沒什麼要緊 所以這個要稍稍知道一下 那麼在這陣前有問過一個問題 應該有回答過 已經有回答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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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落去 那已經有說過 那麼在落後之後 譬如說 反正你這個落後蒸 開火蒸 去堵到這個落後 沒機會放榮林郡 這陣前有用過就好了 那麼一般來說 當然有用一定比較好 這你原本 如果是沒需要鹽水 你再去放榮林郡 就沒有那個鋼堂 再去做這個工作 那就算了 有的人說 老婆 你也很親切 這不是要正途到一個問題 賺多少錢而已 不是有時候我們在做工作 就是說做我們可以做的 這個天氣的一個轉變 天氣做到來 有時候不是我們有辦法去決定的事情 所以如果是這個落火蒸 遇到這個落火 遇到 是不是要補什麼樣的一個 這個算 因為你說要灌榮林郡 豬皮 你有要喝水 還沒喝水 就不用了 大概就是這樣做過 如果說要喝水 有需要喝水 但是這時候可能土豆更重要 應該是要放在那裡 因為你的臉上 你應該是要先去 尤其落火 落得最好的一個做法 應該是去穿高低 等好天 比如說像你的土豆 如果是放在那裡水 這幾天 落火蒸 落火蒸 可能到拜五次 下去那裡就都好天了 這兩天應該是給水很少的 所以拜五人要在那裡 如果好天 稍微 土豆沿有在那裡 你拜六禮拜那裡 你就能去穿高低 這個工作可能是 比做什麼比較重要 因為那落火 落金的現現 這個土豆有時候 他落頂了 已經落頂了 還有現現 還有那落火 或是說那個土那樣衝出來 都會影響到那三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落火之後 有時候我們的土會減肥 對不對 減肥的時候 這個土豆要放車子落頂的時候 潤不下 它會減一頂肥 有說到那麼頂 不一定 那頂肥一頂肥就會在那頂頂 那麼土豆如果頂不下 它就大不起來 影響三龍影響很大 所以可能比較重要 這個工作應該是好聽 你有辦法去穿高低的時候 去穿一邊這個高低 那麼一般有的人就是說 這個穿高低 它會順便落肥 但是因為你這個堵落頂 堵落頂還沒肥在那裡 你如果是落肥 有時候才會去減到 電腦你要算 蠻一頂 有的說我整個蠻去穿 這就看你自己怎樣去 怎樣去把握 因為你像阿婆說的 那種堅肥的那種情形 你應該要倒兵做 就是說先穿高低 先去蓋蓋 蓋蓋的人工 如果要落肥 落肥 落肥瓶 那種因為土比較乾 沒有落 或是說有機會去落肥 那時候落在肥瓶 這不要緊 對不對 你如果當時要等 等到說我這個肥瓶這麼大 我要落肥 甚至要穿高低 我那時候肥瓶這麼大 那時候我在落肥 比較穿高低 或是說你整肥瓶 我就這個 這時候要穿高低 很多人也跟你說 你肥瓶就落下 你膠底就穿上去 這也不好 有的說有什麼不好 該落肥差不多了 但是你太早了 譬如說這時候落肥瓶 你如果是落肥瓶 你膠底穿上去 它的肥瓶剛好去 去蓋到那個 尤其我們很多都落肥瓶 你如果去蓋到那個肥瓶 或是說剛穿好之後 還落下 那它的肥瓶剛落肥瓶 它肥瓶就去減到 減到那肥瓶就瓦了 就瓦瓦瓦了 很多瓦瓦裡面人不瓦 瓦瓦瓦瓦瓦瓦這種 很多是叫肥瓶到的 這有很多都不信仇 肥瓦瓦就說 這肥瓦瓦瓦 這個穿高低 其實你倒不如 你就是高低 先穿起來 這個時候 現在說 我們現在先說好 這個時候 你剛落肥瓶 現在好聽 對不對 剛落肥瓶後 我好聽 好聽 這個臉大大 我可以高低 可以穿了 我去穿一遍高低 先把它蓋 這個時候不要落肥瓶 因為你剛落肥瓶 不要落肥 因為我們要落肥瓶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肥瓶在那裡 大的時候 那時候它肥瓦比較熟 一粒粒的 它還要重來打 那個時候 重來打 那個時候 你把它落肥瓶 這個臉不會去把肥瓶減到 再來就是說 那個時候 把它做一個肥瓶補充 這是有這個必要 對吧 所以你剛落肥瓶 你就 比較重要就是要看情形 如果是 你剛落肥瓶 肥瓶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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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就是 淡好天 你就要先去蓋一蓋 不然 在外面 在那裡 靠風 這樣 現了現了 那路頂 上不下 那個時候 在那現了現了 肥瓶的不散 肥瓶開了 你看 這個開了這麼多 哇 你看 都看得到 看得到 你都不用 都不用 發揮 看得到 都不用發揮 一定要蓋 肥瓶 肥瓶 肥瓶的肥瓶 一定要蓋在肥瓶底 才會蓋 有人說 這樣 我也不知道 這個 我們有做過 肥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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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瓶的肥瓶 肥瓶的肥瓶 肥瓶 要洗不然 怎麼會洗 但是這裏面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它 敞在肥瓶 要落肥瓶 那個時候 那些東西 你如果不讓它 蓋得好 沒有 緊張 在水面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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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那種肥瓶 就不會洗 不會結 會變成很細粒 有時候 它在那裡 靠兩隻 或是 緊急 靠兩隻 它就要補 自己就要 給它 很神奇 所以你真的要注意 這個時尊 所以這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 了解到 所以這大概是 這種情形 那如果 既然說 這個 譬如說 已經 穿過高低了 散下去 都好天 一直到 要採集 親情 一直都好天 我們需要 再走一遍水 要走水 那時候 既然 要 土豆 要黏 還有一塊 你要用榮林菌 再來用榮林菌 那不 沒用 沒要緊 我又感覺是這樣 這給你稍微做一個 做一個 了解到 這是第二的問題 第三 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硝酸鈣 跟碳酸鈣有什麼差別 那麼這個硝酸鈣 是什麼東西 硝酸 所以 平平都是鈣 這個硝酸鈣 是什麼東西 硝酸鈣 就是土豆在噴風 土豆在噴風 為什麼 土豆可以用 這個噴風 這通常就是 它這個 放鉗 你會在落定 這個中間 你如果有榮油 還是說你已經是 凝頭了 有人在說 凝頭了要做一些 噴風的 那麼你就可以用硝酸鈣 硝酸鈣是 有鈣 因為那時候 土豆在噴風 它需要補一點點鈣 然後它還有一點 這個肥粉 有一點點硝酸鈣蛋 有淡素肥酸 它會大 這是這樣 碳酸鈣 碳酸鈣就是 這個 我們在說的 這個酒肥 這個酒肥 還是說 當然 酒肥是比較濃通 這應該是叫做 酒粉 石灰石 這碳酸鈣 那麼 碳酸鈣 這是一個 這個 酒粉 沒有過小粿 這個酒粉 那麼 小粿就變成 酒肥 就是說如果這個東西把它燒過 比如說像我們這個蚵仔蚵 蚵仔蚵我們把它燒過 這個通常叫做酒灰 酒灰應該是叫做生石灰 蒸酒灰 蒸酒灰就是這個氧化鈣 比如說我們把它燒過 過燒過 不然去吃到水 這種的叫蒸酒灰 蒸酒灰去吸到水 這種就變成我們在說 比如說像這個 就是這個酒灰酒 如果是酒灰 把它套在水底 這種就叫做熟石灰 酒灰有燒過 酒灰就成酒灰 成酒灰變熟石灰 這種就是氧氧化鈣 通常我們是拿來做起廚在用的 我們在用的碳酸鈣 碳酸鈣 碳酸鈣是什麼東西 碳酸鈣就是代理酒 這種就是碳酸鈣 酒粉 酒粉就是碳酸鈣 酒粉裡面有很多種 比如說蚵仔蚵粉 這種也是碳酸鈣 代理酒這種也是碳酸鈣 那麼這個東西因為它是金色 所以你可以拿它來做土壤的改良 但是我們一般如果是 途中的改良 通常要有燒過 這種的生死灰比較好 當然這個碳酸鈣 或是碳酸鈣 就是我們市民上去買的 這種的這個蚵頭酒灰 還是說這個肥料裡面 這種的 通常你就可以拿去 這個碳酸鈣 我們像這個鈣莓肥 台肥也有這種鈣莓肥 其實它就是苦土石灰 苦土石灰 這個東西就是它拿來做改良 改良土壤的這種酸性 所以比如說 你如果是碳酸鈣 碳酸鈣 還是說裡面有時候要染碳酸鈣 那麼這種東西 你可以拿來做生性的 途中的一個改良 比如說你要種植 你知道你這個土比較爽 你要確定你土比較爽 那麼土比較爽 我們就用一些碳酸鈣 這個石灰石 石灰石這種東西 藍在這個土耳底 它慢慢慢慢 它會去改善到 途中的一個這個生性 這有這種的一個好個地 所以這有我們好朋友 稍微了解到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可以拿來 所以這兩種都是都是鈣 碳酸鈣 碳酸鈣是拿來改良土壤的用的 改良土壤的用的 它是鹹性的這個東西 有的說我拿來補鈣 這個東西不能 它如果是這個碳酸鈣 通常它弱碱嘛 所以通常拿來做這個 像這種酒粉啊 這個東西 那麼它就能拿來噴 噴在這個做物的這個 這種標品 所以因為弱碱 這在做物的一點點 現在這沒什麼要緊 但是在投用裡面 它可以慢慢去 它去改割到這個 這個鹼性的一個 這種 就是說可以讓這個投用 那麼 酸鹼綜合 但是這個 我們的營通常都希望說 它可以燒過 這個酒粉燒過 酒粉燒過就是這個生死灰 就是這個 氧化鈣 氧化鈣呢 它這個金性比較強 所以我們在說 這種這個 這個蚵仔比較粉的 要燒過比較好 這個原因就是這樣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道理 所以這東西是拿來 給你 給你做這個土壤的 這種 酸鹼綜合 就是說改善透露 形成形在用的 那麼硝酸鈣就拿來這個噴風 在磅子到鼻底大的時候 你如果有轉油 你可以配合來用 那麼這就是 一般來說的噴風噴風 就用的是這個東西 這個提供 給我們這位提供朋友 你稍微做一下這個了解到